花莲一直是台湾的观光亮点 无奈却连续遭到了强阵路段 现在又遭到了强台凯米的侵袭 而暑假本来是观光旺季 现在当地的旅游业者退房率却都超过了五成 市区几乎是空五亿人 因为没有观光客 那么店家就干脆拉上了铁门休息 面对接踵而来的天灾 让观光业者相当无奈 大大的皇帝工资招牌 花莲市区大秦生活百货店 工人们开来吊车赶工 趁着风雨增大前 尽快卸下招牌 为房台做好准备 本市观光人潮众多的景区 店铺关了关 街上行人与游客寥寥可数 半熟礼店更是空无一人 只剩店员孤单的整理货架上的商品 夏季本市水果丰收的季节 水果摊前摆满了各种风险水果 却罚人认兴 大家都不出来 你们怎么还要开店 我们还是固定每天要做的事情 是喔 对啊 我不是觉得地震 还有台风影响很大 会啊 怕路再断掉 人就不来花莲了 然后就更差 水果店老板感叹看着 先是地震 路段又有台风 严重冲击花莲的观光业 他们还在咬牙苦撑下去 这次台风期间 花莲地区的定防率 大约在两成五左右 那因为台风来袭的关系 目前已经推定到 仅剩一成以下 那这个推定率超过了50% 东台湾原有的独特风光魅力 无奈又碰上强台凯米 来势汹汹 花莲成为首当骑冲之地 七星潭的浪高 已经达到7到8米 随着时间推移 风浪预计变得更加猛烈 恐怕高达10米高 而花莲的观光业 连续感受到大自然 带来的无情重创 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记者综合报导